其实密教跟净土 一个很大的差别 净土一般就是持固定的佛号 但密教除了持佛号 也就是念咒之外 其实加上更多的观想 更多的一些内容物 所以其实密宗不离净土 所以那时候一个叫做诺纳上师 诺纳上师 他又曾经开始说净土是大密宗 因为他到汉地来 当然他又这样说 他晓得汉地通通是修净土 他先赞叹一下净土是大密宗 然后他如果回到西藏 就会说密宗是大净土 这个叫方便说 那他的方便说其实是有内涵的 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净土是大密宗 因为密宗到最后还是要回归本尊 一心随时行住坐卧 都不离本尊详 那念佛要怎么念 当然也要这样念 所以他这一句话是一语相关 就是你要修净土 就是要大密宗 用大密宗就密宗里面完整的修词 拿来放在净土里面修 那我们常常都会想错了 哦 我们只要修净土 密宗我们就不用修 就单修净土就通通 把密宗都含容在里面了 问题是有没有那个内涵 到最后其实说真的 不管大手印还是大手印圆满 到最后连心都不动 还要修什么 所以心不动 反而是最高的修行 不是不断的在那边动心 那为什么能达到心不动 是让你彻底的动心以后 然后顿然放下 如果你完全不动心 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大无明的境界 大家稍微想一想应该就懂 我现在都不动心 你保持在什么状况下 保持在无明无知的状况下 那是一个大无明 不是大智慧 但是我们要提的那个 所谓不动心 是先肯定的 认知的 那个真正的心 有时候佛的心 所以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层次 我刚刚出发向你 どう评结合 是不是 进了